美国国会参议院4月22日以94比1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这项法案将帮助美国司法部加速审查已备案的新冠肺炎相关仇恨犯罪 并帮助建立更完善的在线报案系统和求助系统 法案还将允许司法部及卫生与人力资源服务部出台相关指导方案 以规范新冠疫情相关用语并减弱其中的种族歧视倾向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此表示 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尤其是仇视亚裔的心态 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参议院明确表态 仇恨和歧视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 目前该法案已提交众议院 预计民主党人将很快进行审议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公开表态支持该法案 即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食品药物管理局 建议因潜在的血栓风险 在美国范围内暂停接种强生公司所产新冠疫苗后 23日美国疾病中心又接到了两起类似的血栓病例报告 其中一名是来自俄罗冈州的50多岁的女性 该女子在俄罗冈州宣布暂停接种令前 接种了强生疫苗 接种后两周内因严重的血栓不幸去世 另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成年女性也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了类似症状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共和党人凯特林詹娜宣布将竞选加州州长 詹娜23日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 她已经提交竞选该职位的文件 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今年可能面临罢免选举 加州选举官员仍在审查罢免选举资格所需的请愿书签名 其他几位共和党人也已经宣布竞选州长计划 凯特林詹娜为公开的跨性别者 她此前的名字为布鲁斯詹娜 于1949年10月出生在纽约 并曾获197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冠军 为了减轻一些洛杉矶市餐馆的财务负担 同时减少塑料浪费 洛杉矶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禁止餐馆设立一次性餐具自助设施 或者为堂食或外卖顾客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 这项新规将于2021年11月15日 在超过26名员工的餐馆中生效 在2022年4月22日开始 在所有的餐饮设施中实施 违反该法例的餐馆 再首两次违规将会受到书面刑事通知 以做警告 之后再违规的话 每次便出以25元的罚款 一年的罚款不超过300元 洛杉矶市议员克雷茨和克雷克里安提出这项议案 他希望帮助餐馆节省开支 又能够帮助洛杉矶在处理不必要废物上升前 有助停止在垃圾填埋场中堆放未使用的东西 加拿大政府22日宣布 从当天2030 30分开始 禁止所有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航班入境为期30天 4月21日加拿大魁北克省发现境内 首例感染了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B1617的病例 随后反对党以及魁北克和安大略省都要求联邦政府减少国际航班入境 同时收紧加拿大与美国边境的入境管制措施 中国浙江省东部云河县已经成功地通过创新的老年人护理服务 有效覆盖了农村地区 这可以使他们获得一些收入并使他们感到需要 配备了老年人护理设备 并在云河县的9个家庭市老年人护理中心 安排了适合老年人的有营养的每周菜单 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测量老年人的血压 血糖和其他健康数据 该县的山区有3300多名孤独的老人 但是很少有人去找老人护理服务中心 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可以独立生活 不想留在这些中心 云河市民政局党委书记王小燕说 实际上他们大多数没有收入来源 不安全独自待在家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公务员部门向中心介绍了玩具材料加工业务 一时老年人参与其中 王小燕表示 在下一阶段 希望在所有城镇、乡镇和街道的家庭市养老服务中心 全面推广他们的服务 目标是让更多的老年人来中心 收获快乐和幸福